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清零与经济抉择 二十大后中国观察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我们要带您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的就是 大陆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所造成的现象与影响 其实我们都知道各行各业变得很萧条 导致失业率攀升 那么来看看像是青年的失业率就飙升到了17.9% 是整体失业率的三倍多 我们的记者亲自访问了二十几岁的大陆失业年轻人 他们有的人入行才两年就遇到了长达三年的疫情管控 失业导致他们的压力超大的 对未来也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方向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中共二十大开幕典礼 习近平一喜话 粉碎了14亿人 期盼三年的解封幻想 苦日子原来还没到头 蔡泽豪26岁 广东潮州人 疫情第三年 她失业了 之前蔡泽豪是办公大楼的楼面主管 老板努力扛了三年 最后不敌被封控两个月 把大伙解散了 为了省房租 蔡泽豪回老家和父母住 问他工厂很缺人 不先去顶着吗 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 对同样是26岁的Mino来说 短暂而绚丽 因为现在只能成为回忆 我们台北那边的员工 有裁掉大约三分之一 然后部门有一些 也会有一些合并 是的 她也是一位年轻的失业者 大学念编导 对策划舞台节目很感兴趣 为了追梦 Mino从北京 飞了1200公里到上海 现在她形容自己 龙困浅滩 有很多同事都失业了 然后以及说 我现在在找一个想和我经验相关的机会的时候 发现真的很少 因为现在没有大型的活动 也没有会展 疫情反复 说好的演唱会 要么取消 要么改线上 老板只好把多余的人力裁了 真的就是也很少有机会去跑道巡回 非常惨 你以为在中国大陆 蔡泽豪和Mino的失业 只是个案吗 其实满街都是 连大陆国家统计局都坦诚 情况严峻 外部不稳定 不确定的因素 还是比较多 国内需求恢复仍显不足 企业经营仍然比较困难 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恢复发展 仍面临不少困难 从10月份的情况来看 经济恢复的势统是有所放缓 翻开2022年10月 大陆总体的失业率 5.5% 但是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 却高达17.9% 换言之 每5.6个年轻人就有一人失业 25到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 则为4.7% 相对好很多 第四季同样不乐观 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 促进四季度的经济 持续恢复 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它那个鸡仔饼也是 我们很有特色的 这个鸡仔饼 对 它老婆饼 鸡仔饼那些都是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 是珠海通往澳门的海关 拱北口岸 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清晨6点钟 有不少的珠海人 透过了这个口岸 到达了澳门去工作 到了晚上6点钟的时候 是和澳门人来到了珠海过日子 为什么 因为珠海的物价比较便宜 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我背后 两边往返的人潮 明显少了很多 我们现在的话 再转个身来 在我的背后的话 就是拱北口岸的地下商街 你可以看到 整个商场人潮明显少了9成 现在的话是107 107 对 现在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 现在的话就是 你的病患感病 就会比较贵一点 你们这边连电话卡都有 都有的吗 都有的 就是流量卡吧 珠海通澳门的拱北口岸 疫情前 单日客流量超过46.6万人次 远超深圳的罗湖口岸 成为全大陆第一大陆路口岸 2019年经拱北口岸出入境的旅客 1.45亿人次 商铺都要用抢的 以前我们在这里的台湾同胞 在这里卖香肠 他就光卖香肠 一天都能卖大概4000条的香肠 很多 对 现在应该没有办法 现在可能10条都有问题 现在的拱北口岸地下商场 到处招租的店铺 餐饮区大大的珠次 下面一行商机无限 可惜值得不是现在 以前像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铺 估计都要大概要4万块钱左右 对 一铺 而且是一铺难求 估计折了百分之70的那个了 对啊 三个差了很多 有折半嘛 差不多 暂时先这样子了 看一下疫情等慢慢好长了 慢慢好起来了 珠海台湘蔡佳伦 从拱北口岸 回到自己开的补习班 大陆实行双减政策后 他只能把数学班 改成心理咨询 我们这里的面积 其实是比较大的 它总共大概有400多个平方米 所以鼎盛时期的话 大概是有300多个学生 对 然后就像礼拜六日 基本上就所有教室 都是满满满的 然后一堂一堂 然后因为所谓双减政策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做学科的辅导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都是纯心理课程 还有一些什么思维课等等 我们现在手上的学生 大概是在50多个左右 鼎盛时期大概有20个员工左右 现在大概是八九个 当别人偷偷找学生私下补习时 他选择不犯法 日子没有以前好 起码过得下去 但疫情风控 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 他只好卖掉一栋房 一辆车 口袋随时背着现金周转用 因为我这里面积也比较大 然后人工也员工也多 所以存支出一个月大概至少得到10到15万左右 对 那你完全如果通一个月 那你这个月至少得亏15万 我们没有办法预估什么时候会有疫情要封锁 那我得准备钱来去运营嘛 收入肯定会下失约率 我觉得政府报的失约率肯定是不准的 我周围的人都没有工作 都闲下来了 他们原本都做什么 这个各行各业有做贸易的做实体的 实体的没有一家实体好 二十大落幕 大陆坚持清零持续 民众不满的情绪高涨 抗议如野火燎原 外媒称这是六四后最大规模的抗争 就发生在习近平第三个五年任期 开始的第三十四天 采访报导时 应提前出示记者认 不得从事与记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这对于任何媒体都不例外 如今大陆将其定调为颜色革命 借疫情乱象霍乱中国 并发文依法打击敌对势力 渗透破坏活动 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希望这些冲击大陆体制的抗议活动 不要演变成进一步的社会动乱 TVB新闻陈旭 我们刚才看到了中国大陆经过了三年的严格控管之下 很多人都失业了 那么各行各业的冲击也非常的大 经济严重的下滑 TVBS北京特派特别前往了大陆制造业重镇广东省 去看看疫情防控再加上俄乌战争爆发之下 他们都是国际上制造业的龙头之一 偏偏遇到了大陆动不动就封控 导致很多的营收锐减苦不堪言 我们公司因为疫情确实损失不少订单 可能有50%左右 经销商他没有办法透过展会 然后了解到我们新产品 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去下单 所以我们的订单就往下降了 30%到40%左右 买这一个高单价的船 都是要客户要参与其中的 要来看 然后因为疫情关系他过不来 对这个订单量确实影响很大 那时候本来说一年应该可以差不多 但现在一过已经快三年了 这个船有两个架 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 这个仪表就是适合夜间航行 另外这个船有稳定 这个船在风浪当中也是很稳定 这艘60尺长的游艇 正在下海试船 再过一个月 他将运到一位加拿大买家的手上 本来这里还有一个吊柜 这里也取消吊 所以这里的厨房可以看到下面去 本来吧台我们标准是比较长的 到这边来了 所以他也切短 这个地方也通透出来 陈宏文广东珠海的台商 正骄傲的跟我们介绍 他经手的每一艘船 绝对经了起考验 台湾的五金供应链很强 这些台湾的东西 那这些呢就是欧洲的 灯具是欧洲的 那这些木头呢 是缅甸幼木 然后引擎的部分呢 我们大部分是从美国来的 到珠海创业24年 陈宏文建造超过400艘游艇 包括Excel的总设计师 Steven J. Harry Outlook设计师 Brian McDonough 前波音总设计师 Dick Johnson 前星巴克资深副总裁 Dave Awesome等人的私人游艇 都出自过他的手 带大家来看一下 船下呢长什么样子 这个地方放的是烘干机 下方放的是洗衣机 同时的话呢 这边还有很多的收纳空间可供使用 我的后方呢是机房 这里的话是电机室 接下来的话是主卧 可以看到在这边还缺了一个床垫 主卧它配置的窗户是比较大善的 而这么豪华的游艇 怎么会少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呢 这边还有上下握破 以我身高160公分的话 躺下来绰绰有余 更何况这是加拿大人他所定制的 身高180公分应该塞得下 这个地方是属于船头的部分 这边的话还放了一张双人床 同时呢因为是船头风浪比较大 所以呢他配置的窗户比较小 距离陈鸿文40公里外的广东中山 国父的出身地 创业30年 台商制造的家具 连美国白宫指定的家具供货商 都曾买过他们的手绘木制柜 组建他们的做工精致 这边有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一个在钓鱼的 有一只鹿 这个都是手工化的 这个工艺呢我觉得是做一件少一件 电视柜它上面用就是天然的牛骨 是纯正的牛骨 对它有1600多片牛骨 所以说我们其实那个是人工来做成的 这个东西是曼工出戏国急不得 然而这些辉煌成就非凡公益 都不敌大陆长达三年的疫情风控 和乌俄战争因素险些被打趴 以前买一台引擎可能五六个月就可以买到了 现在买一台引擎尤其是齿轮箱都要12个月 所以它拉长了整个的生产链的时间 供应零组件到货时间一拉长 不仅影响交船速度 也增加海运成本 大大影响买家意愿 这可是动辄3000万台币以上的损失 爆发的那一年 我们生意就被取消掉 至少是五六艘订单 直接取消掉 本来已经卖了 它也取消了 所以影响很大 那个影响大概是几百万美金 疫情不少人生计受严重影响 买房的钱没了 贷款的钱缴不出来 大陆建商现金流出现问题 干脆少建或停建 房地产大萧条 直接冲击的产业之一就是家具 一般都是新房 占我们可能所有的营业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但现在房地产因为疫情的关系 它可能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施工 所以导致那个封顶交流时间延期 后续买家具买配套的也就跟着下降了 黄冠杰 美国念完MBA回来的台商二代 偌大的木材仓库 他感慨的到处 竟非昔弊的无奈 我们早期这个仓库是堆满的 所有都是堆到底 包括我们中间的锅楼堆满 但因为疫情之下 我们也不敢买那么多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以前的 大概四分之一吧 疫情风控 大陆家具展大幅减少 经销商订货也跟着少了 黄冠杰 这位准备接班的台二代 一方面要坚持品质 一方面要拓展通路压力不小 实际来到了广东中山的家具制造厂 60亩的地 原本是三家厂房 现在关道只三家一家 而员工最多时期是1800多位 因为疫情减产 现在员工剩90几位而已 像这个两米厂的东西 它不外乎就是我们的床刀 我们床的配件 这个就是我们的柜子 这个是床头柜 高楼层的话 它的电梯是上不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高于两米的 把它做成两节 各位看到的已经是少很多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有一点点生产线踩刹车 不然以前其实全部 马力全开的时候 这边全部都是堆满的 为了救经济 大陆政府更严厉的执行动态清零 核酸检测是其中一种手段 保守估计一个月耗费700亿台币 地方政府的财政早已难以支撑 根据大陆财新网的报道 2022年一到三季 前九大的核酸检测机构的应收账款 高达1582亿台币 证明了地方政府逐渐难以应付 导致欠账事件频传 其中一家上市的核酸检测龙头 迪安诊断 前三季的营收 683亿台币 但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 因为营收未收账款 达470亿台币 难怪二十大后 核酸检测有所放宽 不排除就是再对我们的 国家的这个隔离措施 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优化调整 连同境外隔离也少了两天 预计可节省30%的隔离资源 每一项措施的优化 都是经过反复研判 科学论证 2022年大陆第一季的GDP 增长4.8% 第二季0.4% 第三季3.9% 综合前三季 大陆GDP同比增长近3% 14亿人口的防疫与经济 孰轻孰众 恐怕难两全 TVB的新闻 陈旭逸 陈向如 广东报道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大陆 是全球现在少见 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国家 不过由于他们的 风控检疫手段 真的是过于极端 所以导致各地的乱象不断 民生经济重创 大陆民众终于压力锅爆发了 在全国各地发起抗疫行动 虽然大陆官方已经稍稍的松绑 但是不代表 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就此转弯 专家认为如果在疫苗覆盖率 跟保护力不足的状态下 跟病毒共存 大陆的医疗系统是必面临崩溃 反而更不利维稳 所以外媒就研判 接下来很可能会朝着 软硬兼施的方向进行 一方面小幅度的简化防疫 同时民间则是强力打压 示威民众 民众叫嚣怒骂 与身穿白衣的防疫工作人员 当街对峙 甘肃兰州市一名三岁幼童 由于一氧化碳中毒 社区检查哨却不放行 导致延误就医不幸身亡 官方无人性封控 让居民群情激愤 最后的结局 就是出动大批武警镇压 但在暴力式清零没停止前 这样的悲剧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河南十四岁少女郭晶晶 在隔离所发烧不断抽搐 医护人员袖手旁观 害她并为抢救无效 郭晶晶身前垂死挣扎之际 中共二十大正如火如荼 在北京召开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宣布全面掌权这一刻 台面下天怒人愿 以野火燎原 特别是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 冒起阵阵浓烟 民众拉起白色标语 呼吁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锁要自由 这在天子脚下和其次眼 中国大陆自疫情爆发以来 因为始终坚持清零 无视被封控打乱生计的普罗百姓 没病死可能先饿死的恐惧 在每个城市角落逐渐蔓延开来 请大家理解工作 先回去不要停止在这个地方 行不行 西藏首都拉萨 自八月初传出疫情后 全程被禁末三个月 由于物资缺乏 防疫乱象丛生 收入断吹的农民工们 忍不住上街鼓噪 直嚷嚷着要解封返乡 野村证券报告指出 截至十月二十四日 大陆共二十八个城市 正实施不同程度的封控措施 超过两亿人受到影响 随着冬季到来 变种病毒株肆虐 野村悲观预期 中国大陆到明年三月前 都将维持动态清零 封控手段甚至会越掐越紧 全面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按照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 精准管控 有效救治的工作要求 科兴 国药 这些所谓的减毒疫苗 他们在病毒的一个防护上来讲 面对这些不断新的 变种病毒的传播上 可能它的一个效力 还是比较差的 如果每天 中国都有一千多人死亡 然后一个月 可能要有三万人死亡 我想这个对中国的 政府的统治来讲 可能不见得会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结果 朝马桶丢入消毒药剂 大号得放四片 小姐丢两片 确保留向公共管线的排泄物 没有病毒残留 这个消毒片的话 它还有另外发一个像 这种喷洒的罐子 它我们每一个消毒片 兑500cc的水 然后每天要在房地里面 吞一下消毒一下 防疫旅馆规定 巨细迷移 然而再怎么围堵防控 中国大陆近期 单日新增本土病例 仍持续攀升 原本外界一度传出 官方想放松管制 但台商王小姐 从当地紧迫 盯人的情况研判 恐怕没这么乐观 我出去取餐的时候 还有做核酸的时候 因为我只有带一般口罩 结果就被大白警告说 一定要带N95口罩 出来取餐 跟出来做核酸 因为六月初解封 之后现在已经十月 其实又有蛮多人回来了 就是因为刚好 刚好去找房子嘛 就是你本来觉得 这日期应该很多人 蛮走房子 房价应该比较便宜 但其实也并没有 因为听到别人 就是会说 其实高管又回来了 就算无法解封 钱还是要赚 任职外商的 上海台干陈小姐表示 先前被封控下跑的 外籍员工 已陆续重返岗位 不过清零重创经济 包括雅银 世界银行 标普等国际机构 都将中国大陆 今年GDP估值 跳水市下修 至百分之二点八 到百分之三点三 未来适度开放 势在必行 我大陆的朋友 是说 我觉得现在的那个 境外所有的那个什么签证 已经开始在 在开始可以办了 我觉得他只是面上 动态精灵是他们的总绑 只能不会 就是面上还是不会说要 要松绑 但是他的实际的举措 就是慢慢结绑 动态精灵政策执行 作为有力的李强 竟然直接可以接任国务院总理 看起来 中国要把动态精灵 做好做满 这个方向恐怕是非常确认的 所以就连外国的相关的分析家都认为说 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 恐怕要坚持到明年的第一季 甚至第二季 也就是说到明年年中 全世界的疫情都真的缓和下来 中国才可能完全放坏动态清零 观众脱下口罩 狂欢痛饮 停办三年的国际七人 橄榄球赛在解封后第一个周末 迎来滚滚商机 香港不采取清零 而是入境零加三 也就是取消强制隔离 做三天健康检测 防疫一国两制走自己的路 北京的高层也感受到 如果说要让香港保持动态的清零 那它的结果可能就付出 越来越多人离开香港 包括今年以来我们都注意到说 许多的外资都陆续的离开香港 因为大家认为香港的这样子的 过去的比较长期的清零政策 跟欧美的防疫政策 有很大的落差 境内跟境外收马这两件事情 你也感觉得出来 北京似乎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 只是这个平衡 到在你强力实施动态清零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足以让全世界相信 为米平民怨 中国大陆宣布 入境隔离从7加3 缩短为5加3 登机前48小时 两次PCR也减为一次 但动态清零方针 在明年3月人大会议前 不会有太大改变 究竟维稳至上或生命至上 答案呼之欲出 这次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是香港的情况了 香港也是历经三年的新冠病毒 香港终于开始走向解封之路 从9月26号 香港宣布入境管制 从3加4放宽到0加3 以及11月在放宽海外 跟台湾人进到香港的核酸检测次数 由4次减少到2次 但是疫情之下 也是已经重创了香港的金融经济 尤其在这个闹区 尖沙嘴跟中环商家倒闭的状况 结构上除了施工的起楼外 其余两旁的商店商场铁门绳锁 这本来是香港的购物闹区之一 尖沙嘴 不过如今的街景 繁荣景象已不在 上面就本来是古华底餐厅 现在都收拾了 0加3应该有留下来理应 这个是官方的想法 但是实际又真的不是说 在这条街有复苏 我见到很多葡萄尖沙嘴 都是收拾得收拾 空气一场 在这个2022年 由年头到年底都没有复苏 9月26号 香港宣布入境管制 从3加4放宽到0加3 做三天健康监测 引起最新海外和台湾人进香港的防疫措施 核酸检测次数 由四次减少到两次 不过仍然未激起 香港的旅游观光人潮 不用再隔离 但是出入场所也有所限制 包含主题公园餐厅都不能去 要如何判别 就得靠安心出行 一入境就要下载使用 作为通行凭证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一些是进入到 有些是进入不到 那究竟是怎样 有些什么进入到 有些进入不到 是令到很多香港市民 都是无所适从的 是不知道情况是怎么样 是很复杂的 没用的 政府自己本身都说了是没用的 它纯粹是 count一个数字而已 其实都追踪不了的 还有都是有些法律的漏洞在这里 实际的作用就不太大了 依旧强制戴口罩 不过已经慢慢恢复在餐厅用餐 但对安心出行扫码 不止在地人觉得麻烦 所入境香港民众都得受规范 而移民来台定居的case 因为限制太多而难以回乡探亲 就是我们现在回去香港的话 还是要一定他们会安排 就是你一定要安装这个app 很好 再看回去那个刚刚那个位置 按下快门引导模特换pose 诈事十足 2019年来到台湾创业夫妻 开启移民台湾的生活 不过没过多久就遇上 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 不过相比香港 在台湾的防疫生活相对简单很多 我听到我一些朋友 就是比较觉得回去以后 就是台湾回去香港以后 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然后还是觉得基本上 因为香港人家里比较小 那你想约朋友去吃饭的话 你就头几天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你那时候他 你还没有通过他那个健康码 我希望真的是 没有那些什么安心出行 那些之后才回去 不会那么麻烦 从疫情爆发以来 累计到11月底 已经有超过200万人确诊 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 随着疫苗接种率提高 其中完成两剂接种比例 已经达到92% 第三剂也超过80% 疫情渐渐受到控制 中国大陆要采取这么严格的 清零政策的原因 因为中国大陆跟香港在过去 早期他也都是 施打科兴疫苗计多 香港在这个疫苗 施打政策的这个 种类改变之下 然后预防的中重症死亡之后 年轻人大部分都是 无症状轻症 然后再加上今天他们的追加剂 施打得好 所以他们也开始对于隔离 慢慢从这个核酸检测 做核酸检测来期待隔离 所以香港其实是在 跟着全世界的步伐来讲 是蛮一致的 在中国大陆严格风控 动态清零的步调中 香港成为最开放的地区 但过去一年 这个被誉为 亚洲世界城市的金融中心 已经有超过 11万3000名居民离开 包括外籍人士 和其他非永久居民 严重重启到产业 复苏脚步 我过去两三年 因为反送中 然后因为港府的措施 再让香港政府 跟中国内地政府 那个连接性越来越高 导致国际企业跟外籍人才 流失掉的一个重要的注意 那甚至有很多 香港的专业人士 也因为这件事情 开始思考说 我往其他地方去移动 那疫情的因素 让封城 让管制这个行为 更突然就是说 人不能自由的流动 可是现在解封之后 它还是要面临到 原来的那个问题 其实没有解 不止疫情 还有国安法 导致人才流失 外资出走 让金融市场持续探底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 外汇存底 已经减少6250亿港币 大约台币2.5兆 跌幅高达16% 人口外移缺口 呈当前棘手问题 香港政府寄出 中国大陆害澳门港人 回港溢以及来港溢计划 而未在香港深寸的交界处 罗湖也积极向香港人才招手 意味着有望成为下一个开放区吗 这个可能还要后面来观察 因为像最近广东的疫情 其实也逐渐升温中 那罗湖虽然是一个口岸的城市 它基本上就链接了香港 跟中国大陆内地往来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你说香港的经验会不会让罗湖 甚至比较靠近香港这个区块的地区 开始做一些比较有弹性的设计 这个其实要看 这个经验到底是不是能够应用 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下面 给了地方政府一些比较有弹性的方式 去处理他们自己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专家分析中国大陆地广 人口多与香港防疫经验大不相同 只能因地质疑 而在封控制度外的香港 权衡防疫与经济要创造 疫后新局也背负重大考验 TVB的新闻 六广冰刘宜君台北才懂不懂 事实上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几年受到防疫管制的措施 跟国安法的影响 向来以全球金融中心自居的香港 不再像以前那样子的风光 由于大量的涌现移民潮 而且是外资撤出 所以他们的经济成长下滑 香港的房价已经跌破了五年新低 豪宅的成交量也来到了九年的低档 不过反观快速开放 跟病毒共存的新加坡 根据当地的旅游业者观察 今年来自全球的观光客 是越来越多了 加上在密集举办的国际会展带动之下 让新加坡几乎是已经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热闹状态 尤其是政治环境 不像香港一样的绑手绑脚 也让高度自由的新加坡 现在成了外资最佳的落脚处 香港最受欢迎的赛马 场地终于重新开放 民众在户外脱下口罩 喝点啤酒 找回久违的生活小确幸 香港放宽防疫后 大型活动陆续举办 试图回归正轨 但部分管制仍压抑香港经济 难以施展拳脚 每年秋天登场 亚洲最大产品采购会 MEGA SHOW 睽違两年再开张 人山人海景象已不复见 疫情爆发前 平均5000个摊位的规模 今年只剩700多个 买家人数锐减9成 香港社会担心 政府挤牙膏市 放松防疫 下跑外国商务客 长此以往 只怕经济渐渐窒息 11月初 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 在香港盛大召开 黑石集团 某个士丹利 瑞银高盛等 管理资产规模 相当于欧元区 去年GDP总和的董事长或CEO 等着看香港是否准备好 重回世界舞台 香港体认到自身没有清零条件 因为两年多来的严控 代价慢慢浮现 2022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 香港被新加坡超越 今年GDP也预估将衰退3.7%至零成长 财管收益下滑 跨国企业总部加速减少 资金和人才不断撤出的结果 就是商办叠价 方式抛售 历经过2003年SARS 2008年金融海啸 与疫情考验的东方明珠 这次能浴火重生吗 清零大幅限缩整个香港的行动 或流动自由 而整个香港国安法是 给外资一个比较长期的担忧 法治指数WJ 他们的评评里面 香港的各个方面都是往后走的 包含了法治司法跟政府的效能 气球表演收放自如 魔术技巧纯熟 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业界自历18年的香港表演工作者 鸭仔哥哥 疫情爆发前 商场和乐园活动应接不暇 让他单月收入平均可来到3万港币 折合新台币约11万 但疫情爆发后 接案全部喊咖 收入也几乎归零 最严重的时候是美容 美法 然后按摩 KTV那种看电影 全部都关闭 就是他们不能开 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 大概维持了 就是你每一波来 就大概有两三个月 就是停 一波来两三个月停 那我们呢 也跟他们差不多 这边就是收口后面 是帽的糖店 晚上八点 本该最热闹的黄金时段 少了观光客 大片店铺闲置 就连望角和弥敦道 陆客必访的金氏店也收摊 部分店家延后开业 街头一片萧色 香港政府在民意压力下 加快松绑脚步 希望为景气注入火水 应该开始要走上波了 然后一些以前 过去两年有取消掉的 一些节目呢 今年也应该开始 就是陆续开放了 我上个礼拜呢 就一天要跑无常 就是说布置 布置 布置 然后那个 就是做气球造型 然后魔术表演 就是忙成这样子 那我现在人站在的地方是 新加坡最繁华的购物 山茶屋节路 相比今年今年的人潮呢 是非常的热闹 夜蛋灯饰全部点亮 处处是购物人潮 新加坡从今年十月开始 全面解除禁令 没打疫苗的民众 照样能在餐厅内用 接着十一月 不再公布单日新增病例 改以七天平均值 作为疫情观察指标 新加坡十一月这个季度 就有十九个国际会长 在这边举行 哇真的是超可怕 整个新加坡就是大爆满了 因为我有一个客户 他是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九号 他要来参加会长 然后他临时闭那个饭店 结果是一间饭店 都闭不到那种状态了 所以说哇新加坡竟然可以 已经恢复到这个地步 新加坡经济快要恢复至疫情前 因为最新数据统计 张仪机场已经要升为2022年 亚太最繁忙机场 截至八月底旅客人次来到1650万 比去年同期的305万人次 暴增五倍之多 而香港仅仅172万人次 调出亚太区前十大 新加坡落实与病毒共存 晋升为东南亚和亚太枢纽 机遇千载难逢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APEC会议上 与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寒暄 新港去年双变贸易增长三成 但撇除经贸合作 人才与资金的竞争 正逐渐白热化 数据显示 去年有3000多亿美元流入新加坡 较前年暴涨60% 其中不少来自大陆和香港 外资对新加坡之所以亲眼有加 政经制度的开放就是关键字 在全世界所有东西你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核四老 那样就是说他不被两个这种意识形态操控 一个是民主一个叫集权 意识形态香港输掉 那这种东西呢大老板他不会跟你讲的 钱会移动啊 钱没有颜色啊 所以他就移走 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和香港 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拥有相似土地面积与经济规模 但一场疫情洗牌 外加国安法干扰 如今香港屈居下风 地位此消彼上 TV别新闻何嘉阳 戴源丽台北报道 中国大陆究竟何时能够开放防疫政策 大家都很关心 因为这迁徙到的就是全球供应链 是否能够稳定 还有就是一般的民众生活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 一趟再正常不过的出差 童来没想到竟演变成 回不了北京的酒精 他成了众多又家归不得 外地养马族群的其中一个 健康保障有中高风险地区 就回不了京嘛 江苏也有 对江苏也有 然后是广州 就这两个城市 就每个都得等到他 健康保障没有了才能回 原以为开车较安全 没想到这一耽搁 就是十天半个月 坐飞机坐高铁 万一车上有一个阳了的 这不是一飞机都得阳吗 做充电装生意 现在岂是一个惨自了得 我这收入瑞减是90%啊 老百姓都不出去了 都不打车了 那出租车 万一车也没有生意 那谁去充电 都从大老板边送快递的 有啊 太多了 太多了 很多很多 那没办法啊 我前两天跟我媳妇说 再不然我都准备开滴滴 有送快递的啊 人家送快递的 我身边真有 那肯定 那得活着啊 那你确实能理解 那你像 像你看现在 外地好多房贷 车贷这些东西 对吧 反正我看有的银行 个别的给你 就是让你挽还 一个月 两个月 他也不能让你挽还 一年 两年啊 疫情严重 北京一会儿停课 一会儿复课 收入瑞减 同那年小孩上幼儿园的钱 都得省着花 他现在去 他也得交一个月的钱 他才能上十天 等于合着 一天八百多 一千块钱 我就想 我还不能坚持几天 他是等到下个月再上 没有必要的应酬啊 就肯定先停了 大家对吧 没事也别少 少聚嘛 对吧 也就省钱 2022年10月 大陆出口 两千九百八十三点七亿美元 比9月下降了百分之六 是2020年6月以来 首次转付 至于今年10月的贸易顺差 八百五十一点五亿美元 较九月大幅下降百分之二十 就算人民币兑换美元 今年贬值近百分之十二 也无法挽救出口下跌 而主要贡献大陆GDP的出口和基建 顿时少了一只脚 至于第二只脚 占大陆经济活动五分之一的 庞大房地产业泡沫崩溃 也一支购房者及银行的借贷和放债意愿 调整防疫政策势在必行 长期封控不仅极大影响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还容易造成焦虑的情绪 引发生活困难 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偏和避免 距离北京 一千一百公里的零下银川 后车厢市集正热闹展开 为了吸睛 每一辆摆摊的车辆都进行设计 有娃娃瀑布 有布置成迷你小商店 有布置成女巫的水晶球 在2016年以前 我们当时看到宁夏夜市有很多摊点 但是它是户外的 当时我们在台北 在逛这个夜市的时候 下雨了 我们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够做一个室内的夜市 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 我们开设了 我们宁夏第一个室内的观光夜市 这边则是小摊饭区 跟台湾的夜市一样 东西琳琅满目 现在每天能接待将近一万人次 每天的营业额是在26万左右 人均消费112块台币 这是大部分地区开展的夜经济 353岁的同仁堂变年轻了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本大大的叫什么 本苦纲目 什么很苦呢 包括了加班苦 早期苦命苦 还有内卷很苦 因此现在同仁堂 他们专制现在闻名病 包括了哪一些 起床困难症 直炒内卷症 熬夜成瘾症 失眠症 暴饮暴食症 上班过瘾症 突如其来症 橙皮经典 肉桂丁香等草本风味 再以桃子酒中和口感 枸杞马丁尼 菊花枸杞风味配上鸡尾酒 严格的疫情防控下 大陆民营企业经营难 上市的国营事业也得自救 卖药兼卖调酒和咖啡 第一款的话 我们先来尝一尝 那就是橙皮拿铁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真的有橙皮的味道 再来第二款的话 是罗汉国美式 这个是不加奶的 有罗汉国的味道 还有一个是枸杞拿铁 它是用枸杞的原浆下去泡制的 这个的话咖啡味会比较重 枸杞的味道没有那么的浓 它的口感是 比普通的拿铁多了一丝丝的酸甜感 普通的美式可能大家都觉得苦 但是我们的罗汉国美式会有很强烈的回甘 喝到罗汉国的甜 然后我们的橙皮拿铁用的是新会的老橙皮 然后味道会比较的明显 它橙皮的清香 它这个颜色是蓝色 但是它完全来自于我们蝶豆花煮出来的水 它是蓝色 所有的颜色都是不是色素都是天然的 对然后呢完全没有添加剂 没有遮糖 就一般同样病也可以使用的 食物之外 疫情导致门市老关门 要怎么卖 同仁堂研发超大型的药物贩卖机应用 当你在门外支付购药后 机器手臂就会开始抓药 接着送到了机器人车上 投递到你手中 24小时服务您 疫情爆发前两年 大陆由于控制得宜 供给能力远高于外国 2021年大陆外贸继续高歌猛进 全年出口增长百分之21.2 今年开始反转 大陆成了全球唯一 还在实施清零的国家 封城导致订单转移 越南出口甚至超越广东深圳 大陆核实开放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12月的这一篇 我们继续搞大规模封控 产生不了我们想要的结果 国家真的到了 采取新策略 新方法 对付毒性减弱 纯步力超强 最新变异毒足的时候 或许 有点端倪了 TVB新闻 陈旭亦 陈向如 北京宁夏报道 我是秦琳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报道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